请注意我和超前部署不下广告 不成立LINE群主 如果叫你加LINE就是诈骗 记得哦 那外资如果在企业里空担又开始降到 你再加码 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相信未来 或许我们的投资者 应该可以将来 未来的四年 不一定可以累积一笔退休金 大家好 我是燕丽 欢迎收看超前部署 今天看到两个议题 由粉丝敲碗问 好不容易存到了两三百万的投资款 现阶段真的是要买房还是买股票好 以及第二个议题是 日本股市好不容易终于拉回了 现在要如何加码 才可以赚颇段的行情呢 马上欢迎今天的大来宾是 议员教授曾天宇 张老师你好 大家好 我是曾天宇老师 好 老师呢 其实在回答到底是要买房好 还是买股票好 之前我们还是先帮大家解一下大谈好了 因为毕竟大家非常关心 这一波的台北股去 其实呢 这一波呢 台股的外资呢 大概是在6月中下旬 就一路开始卖超台股 那当然呢 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其实内资还是蛮有信心的 内资就说不用甩外资啦 反正呢 都靠我们内资 都靠散户买ETF 可以把台股给拱上来 可是呢 这一波台股确实还是跌了2500点 所以请教一下老师 老师针对大盘的后市 要怎么样解读 我说人类最会写历史 最容易忘记历史的教信 大概上一次 那个台电法说会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同样的情景 发生在台股 那时候大概外资在旗游里面的空单 大概有2万多口嘛 再加上台币一直在贬值嘛 那时候还好有00939跟00940 所以当时救了我们的整个台股嘛 但是到目前为止 同样事情发生了 为什么外资不是在旗游里面 布空单 大概有4万口嘛 最多嘛 那台币是不是一直在贬值 所以这次的话 当然他在旗游里面布那么多空单 当然外资要继续卖台股嘛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尤其他在布空单那么多的状况之下 当然他也会怕说被人家加嘛 那在这种情境之下 他一定要把台电的股价 大概要到1000块以下 为什么呢 因为1000块以上的话 一个tick就5块钱嘛 那1000块以下的话 纵使那些多单要反抗的话 也比较没有办法反抗的力量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外资是用 呃现后做工具 用企业赚他们的一个波段的钱 那现在开始在上演当中 所以外资在卖的话很正常 那外资在卖台电的状况之下 纵使我们投信 哦在买钞 对啊 几乎天天买钞啊 对 还是不抵外资 但是我个人认为 春天应该快要到了啦 哦 你说台股反弹的春天 那如果你一直观察下去的话 只要台币开始往升值的期视 再加上所谓的外资在企业面 里面的净空单 如果也是慢慢在减的期视 再加上磨胎值 我们在露营的 呃清几仪嘛 清几仪要结算了 那很有可能磨胎值结算完了 是不是呃 整体来讲外资在企业的空单 会大幅度减少 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嗯 其实这波台币不算太弱 意思就是说 虽然外资几乎是天天卖 但是这个并没有大批的钱跑出去啊 其实呃 因为现在资金的流动是非常快速的 非常自由化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会出去就会进来 那所以外资不但在企业里面要赚到钱 在磨胎值里面要赚到钱 甚至以汇利他也要赚到钱 所以我个人认为啦 也不用太紧张啦 呃你未来我个人认为10年之内啊 台股还是走一个多头嘛 那这10年的话 一般年轻人要赚到钱的话 你要红险控管好 只要你看到小段流 什么小段流 我也是来讲嘛 就是外资在企业里面空单2万多口 你的如果有融资融建 或是你 哎 不是融资啊 或是说你稍微减碼 那外资如果在企业里空单 又开始降到1万口以下的话 你再加码 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相信未来 或许我们的投资者 应该可以将来 未来10年 不一定可以累积一笔退休金 好意思就是说 看我们节目就认真看 然后老师看好台股 未来还有黄金10年啊 只是要挑对股票 然后可能就是 在资金控管上面 还是要注意一下 最重要 老师那我顺便请教你一下 其实我们录影当下 台币的位置 差不多是在32.85左右 所以可能会下探到33以下吗 我觉得机率不高 因为大概八月份台股 应该就会相对安全 有机会再走一波 那过去当然 大概我们第三季 都是一个淡季嘛 一直到九月中旬 或九月底的话 一般来讲 都有一个大幅度的 一个波段的一个行情 第四季向来最会涨 对啊 所以这段期间 我刚才讲到 你就看台币的走势 跟我们讲到 外质在其后的空单 好 老师那这张要告诉大家的是说 要做好币选 对啊 没有错 我一直要跟各位讲说 大家都要出国嘛 你有小乱流 大乱流嘛 小乱流的话 就是外质在其后里面的空单 看几口嘛 我刚才讲到两万口嘛 大乱流的话 以目前的话 我们看到 美国联准会降息的机率非常高嘛 那我个人认为到明年的话 有机会降六嘛 如果降到明年年底还是明年六七月 明年年底 明年年底 那你知道如果1.5的话 如果你存 买债券买三百万 那你三百万的话 以目前你可以拿 这三百万去跟建商借六成嘛 六成就是一百八十万嘛 那一百八十万又去借六成 这样一个循环 把它算下来 你可以借到四百五十万 那这四百五十万的话 如果你去买债券的话 大概可以套利 如果降六嘛 可以套利一百万 哇所以两头钻 对这个我在布局 我在布局 特别是其实川普 都已经在公开场合里头讲过了啦 就是呢 他会想办法解决通风的问题 他会降息啦 只是不知道到底要降几码啦 那川普的话不能听 不能当真 为什么 因为所以很多人每次都说 他是生意人 他讲什么话说 他对中国半导体课税好像六十几% 那台湾的课六十几%笑死人 因为川普很多的一个政策 我们一般人称为川普经济2.0 都是矛盾啊 为什么 他要增加财政支出 他要高关税 他要低利利 他要美元相对弱势 那这个都会通膨啊 其实真正的通膨 川普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弱势美元跟低利利 其实他过去他的就任的期间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没有错啊 他过去跟那个美国联准会 把我吵架就是说 他叫他降息 他不要降息 川普自己生意人 自己也借很多钱啊 当然他也希望低利利啊 然后有利于他的集团的事业的出口 没有错啊 没有他的思维就是这个样子 好老师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粉丝敲碗问的问题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就是30岁到35岁 甚至有人到了40岁 好不容易存到了200万跟300万 房市最近很热 老师你知道最近房市有多热吗 有些案子哦 甚至是就是你要预约 你是VIP 然后你要先缴一些缴款 或者是说你要跟建商 或者是跟这个跑单小姐感情很好 你才有机会看案子 所以这一波的房市真的是太夸张了 那我要请教老师的问题是 我们本次就在问说 好不容易存到了200万300万 然后台股目前又非常的高 到底是应该先去买房子 还是买股票跟ETF好 其实我认为房地产应该快要大跌了啦 哇大跌 从郑老师嘴巴里头说出大跌两个字 以前我在做房屋贷款 做了大概七八年嘛 那当大家都大部分人认为都是未来充满的希望 也就是说大家为什么会去买房子都认为说将来会涨 他可以赚到钱嘛 但是以目前的整个环境跟氛围 这个就可以套上人多的地方真的不要去 那为什么那这一次房地产为最近的话 为什么会大涨 那过去说起来大涨的原因很多了 其中一个原因 我在到日本去留学之前 那我就换款嘛 那一般来讲 你如果买一间房子 那一千万你最多可以贷六成 除非说你的工作非常稳定 可以贷七成 那你想想看 当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 可以贷到八成 八成的话再给你信用两成 根本买房子不用钱 这个就是宽松货币政策 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些我们的候选人都政府了 我不知道谁了 他就说啊你们年轻人买 没有办法买房子 没有预算 对那我现在给你提高这款的那个乘数 那你就可以买房子 这个是助长房地产大涨的一个原因之一 如果说你六成 那可能说现在一千万 五年之后可能一千一百万 你八成的话又信用的话 你现在一千万五年之后 可能一千五百万 我在做换款我怎么会不知道 那更何况的话过去 为什么我做出会催缩啊 很多人为什么会被我催缩 他就会感觉房地产好的时候 他真的将来都会涨 连那个在A4里面摆地摊的 他第一次买一寿屋 转手赚到钱 心就大了 我一回买房子 当景气不好的时候 他已经被我拍卖嘛 他就没有能力还款啊 对啊啊所以 以目前清安贷款来讲 他们前五年是一个宽限期 那到了后面如果30年嘛 后面还25年 以前是20年而已嘛 那个差距会非常大 所以你前几年一千 如果你这一千万的话 你的利息大概2万多 再加上后面还款的话 大概你一个月要6万左右 甚至于更高 那一般年轻人有办法吗 就是他们认为未来的房市 只涨不跌啦 对啊所以他们认为说 五年之后 我可能要把房子卖出去 要赚一笔 这个房屋上涨的一个价差嘛 那第二个你要知道 我们央行现在不是在打房嘛 那打房的话 他用的政策是相对的 比较激烈的一个政策 什么激烈 就存款准备力提高 那有一些人就认为说 存款准备力提高的话没有用 那事实上没有用的是 重推先例跟公开市场操作 一般来讲 如果说我们把存款准备力 重推先例公开市场操作 把它视为三种药 如果你感冒的时候 用的药最重的 就是存款准备力 那为什么呢 我们简单的讲 重推先例 那简单的讲 我如果个人要跟银行借钱 有三种借钱的方法 第一个信用的嘛 那银行如果跟 央行借钱就隆通利利 那如果拿担保的 我个人拿担保 就担保利利嘛 那这个就是 我们一般银行 如果有担保 就担保隆通利利嘛 那什么重推先例 那一般来讲 个人企业拿本票 汇票跟银行借款 那个就贴先例 那银行如果拿本票跟汇票 跟央行借钱 那个叫重推先例 那一般支票不能 你想想看 这个利率提高 以目前银行的烂头寸那么多 那你想想看 如果重推先例100% 我银行就不用把你中的银行借钱了 100%有什么用嘛 所以那个是先是效果 大于实质效果 那重推先例的话 本来是10% 那你存100万到银行 那银行必须要把10万块 10%放在银行 你们会来领钱嘛 那90万才可以去做投资买股票 那现在如果提高到15% 你就要用15万放在银行嘛 这个银行你就不能升利嘛 那你85%才可以去做换款嘛 那你看你的成本是不是提高 所以银行在这种状况之下 大概都要收回 大概20亿30亿 更何况我们现在的房屋贷款 已经到我们银行华里面 有规定的一个上限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说实在来 如果你有钱 要去买房地产 跟买股票 我认为你就买台银店就好了 就是现阶段先忍耐一下 先不要买房子 还是买股票比较好 我个人认为是这个样子 好那老师除了台银店之外 今天老师也带来两档通班股 对威健啦 那威健的话我个人认为 因为我们现在有高配息的ETF嘛 那以威健的话 现在的股价大概33块左右嘛 那他今年大概配了2.01嘛 那你算一下直立率5%以上嘛 那更何况他现在有一些高配息的ETF 已经把它纳入到他的成分股里面 所以类似这样的个股 我个人真的赢的机率就非常高了 老师其实他是IC通路箱啦 就是也许好像没有太多的爆发的成长力 但是配息配的也还不错 高配息就是没有成长力才会说高配息啊 所以这个是说进口空退口手啦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这一档如果你买进去之后 如果能够涨到45块以上的话 那你的直立大概4%多嘛 那时候后期你就可以卖掉了 45哎现在才30几哎 对啊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用这种操作方式 就是说你算一下 他直立率如果从5%多 慢慢变成4.5 4%左右的话你就卖掉了 就是很好操作的个股 好那另外呢就是勇德 哎这档股票我比较不熟 他其实是连接限期的厂商 其实这档股票最重要是什么 他下半年的AG会爆发性的 爆发性成长 对啊为什么 因为他卡位到AI 静默式的水能商机 那因为他过去升跟高传输 已经开始开发结果了 开始投入的开发 他用于资料中心嘛 那资料中心 大家都知道Meta NVIDIA Google等等 都在这边设立资料中心嘛 这个他资料中心的一个传输模组 连接器嘛 那在东莞这边挪出了一半的产能 来做这些所谓的高速限材嘛 那个这个限材的话 重点是什么 他价格 是连接器的10倍以上 所以他现在200Z 400Z 那800Z也是在发展当中 那现在是送样验证当中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就非常有机会 那在重点 我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个重点就是说 他上半年的话 我们看起来他的营收不太好 那今年的话他EPS有机会挑战6块钱以上 明年的话8块钱以上 这么好 对啊所以现在股价 他一般来讲 我记得好像70几块吗 70几块是一个蛮不错的 低阶的一个价位啦 我个人认为这个各位可以注意 更何况将来的话 他什么在营收的占比当中 实际提升高毛利率的网通 所以整体来讲这个我个人认为可以注意 这个就是未来的最夯的AI的商机 而且因为他有新厂 新厂的产能开出来 当然对获利就有贡献 连结期是防水的 这是他的特点 我是最后才讲出来 那这个整体来讲 他这次反弹也来到90块左右嘛 那因为台股跌了2000多点 他也是顺这个市回档修正啦 那我个人认为是这个样子 那反正你只要看到 外资在其后的空单开始在减 台币在升 就是你的好买点啦 好老师 另外我们来花点时间来关心日本 因为老师是留日的博士 那这一波呢我们看到其实去年跟今年 日本股市表现都非常的强劲 那当然这一波呢 美股拉回台股拉回日股也拉回 不过呢我看到最近的一些新的研究报告 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 像东京理科大学的教授呢 他就说日本政府呢 这两年非常积极发展半导体产业 有很多的补贴计划等等 2奈米明年就要来试产了 所以这位教授就说呢 随着半导体的整体的复苏 过去呢日本很多的产品的寿命 大概是5到10年 可是因为半导体复苏 所以呢日本的制造业要进入到 所谓的好球带的地区 意思就是说不管是汽车 家电手机等等 寿命会延长 产品的竞争力更好 整体的日本呢 投资的价值呢就出现了 那日本不是去年开始组成国家队啊 跟IVM等等嘛 所以他们不是创立一个Revita嘛 那所以这个教授谈的 其实我在最近的话 在演讲当中 我一直在讲到日本 我说将来有可能打败台积电的 就是日本 哇老师这样讲 我们台积电小股东会 有点紧张耶 没关系 那可能是20年后 我说一个很实在 那你要知道 日本不管说 他们的设备 或是特用化学 他们都有嘛 对 那再加上他们的工匠的精神嘛 所以我认为他们如果升职 这个半导体这一块的话 1986年 为什么美国跟日本之间一个半导体协议 就是日本的半导体 尤其记忆体的话 当时占全世界大概45%嘛 那说实在的 将Intel的关联等等 去参观日本的时候 吓到了 所以才限制他们不能做 那现在完全把它松开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说 日本的股市非常有机会吧 这个东京大学的教授 他讲到说将来 汽车加电的手机 这个就是什么 半导体就是做AI嘛 把它放在汽车加电 汽车里面最重要就两个零组件嘛 就是一个高阶的 也就是说先进制成的晶片 再来镜头嘛 所以跟我们一样啊 我们的生命力要延长的话 这个也是半导体啊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他这样讲法我非常赞同 所以日本的话 这一次随着 美国的一些所谓半导体 我们的所谓的特斯拉 包括NVIDIA 苹果回档修正嘛 日本的回档修正 我个人认为 这应该都是一个买点 老师我可不可以请教 所以老师刚刚的意思是说 当然台积电目前的领先的优势 是不变的啦 我们还是这个一军 我们还是全世界的 number one 可是呢 因为日本其实它有材料 然后它的上中下游 其实整合的也很好 所以它未来最有机会挑战台湾 对啊 特用化学啊 以目前来讲 我不是思想跟各位讲到新领材嘛 那你要知道 特用化学里面最重要的 EDU DU DUV 还有就是 这两个最贵嘛 一个就是半导体清洗剂嘛 所以这个日本都有啊 信类啊 东京硬化 所以日本如果真正要发展 所谓的高阶的 就一个半导体就两奈米 甚至于1.6奈米 未来的话 所谓的爱奈 就很有机会 所以不只是半导体 日本整个制造业 还有包括 他们观光业这两年很好啦 所以整个日本 全面崛起之后呢 当然股市的投资价值呢 就值得大家做一些分批布局了 日元为什么要贬值 就是经济会好 所以很多人说日元会大升值 我个人认为日元应该最多 会升值到145块啦 应该很有可能在145块到155块之间 这个是对日本来讲 可以保持一个相对吻合的通膨 通膨 那也可以让他们经济 可以发展得非常顺利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 好我们接下来探讨的第二个议题是日本 因为呢 最近呢 台湾跟日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超友好了 刚刚股市之间的联动性也蛮强的 那我们也看到呢 日经指数是一度突破了4万2000点 当然在我们录影的当下 有一些些的拉回 不过呢 我想观众朋友更想知道的是 因为呢 最近台湾有发行几档日本的相关ETF 那绩效表现也不错 成交量也有上来 所以我想单刀直入先请教一下张老师 老师认为这波的日股涨完了没啊 那上一次的话 日股不是跌破了 1989年38915.67点吗 那大家就开始害怕了 到底日股会继续往下探底吗 那我来这边就 保证说不会嘛 保证是骗人的啦 因为玩股票一定有风险嘛 只是说我个人认为 他这个跌下来之后 应该有机会再继续往上上 创新高 那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 那台湾过去不是突破了688吗 又跌破了688吗 我是不是跟大家分享说 只要前支股 他如果真正的往上突破的话 都是真突破不是假突破嘛 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日股 不是来到4万2000点了嘛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 这波的日股也是真突破 对 那一旦有任何的拉回 都是相对的买点 我是这么认为 那涨到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就会想到本益比啊 等等这些东西嘛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东正嘛 那东正的2024年的本益比 跟因为台股的创新高嘛 大家都不相信台股会来到2万5 老师我还是要参赞你一次 因为你是我们节目里头 第一个含2万5千点的老师 我就是要让你这样说 那你再看一下美国 S&P500也是创新高嘛 但是我们比一比哦 他的本益比 那你看到日日 东正的话只有16.5倍嘛 那台湾的 本益比23.11倍嘛 那S&P24倍嘛 那那那纳斯达42.1倍嘛 高不高 见仁见智嘛 那再来的话 一估12个月以后的话 本益比 那我们看到东正的话 16倍左右嘛 那台股的话大概20倍嘛 那S&P500 21倍嘛 那斯达40倍 那整体来讲 日本的 东正的话 他本益比还是最低嘛 也就是说 今年目前为止的本益比是相对其他股市是相对便宜 那明年也就是一年之后呢 因为企业获利也是会成章啊 那现在其实他们有一连串的企业的改革的计划 所以呢 看起来如果我们是用一年之后的本益比也是相对便宜耶 应该是这个样子 因为日本 我们上一次也讲过嘛 他有很多的一个改革 其中一个就是你股价净值比第一的话 他们的主管机关就要他们写报告嘛 所以大家就实时库藏股或是增加配息配股嘛 再来我一直在讲到哈 日本的股市为什么会涨 日本的经济为什么会好 过去因为1989年 12月29号日股跟日本的经济崩盘最主要原因就三个嘛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就是1985年广场协议嘛 就是日圆的一个升值嘛 第二个就是1986年的半导体协议嘛 再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资本市值率的问题嘛 你想想看这半年让他贬值啊 对啊现在不是半导体也松了 因为日圆的贬值同样赚一块钱 过去的话换回日圆的话一百块 现在一块钱换回日圆的话一百六十块 增加60%当然他的本利比会低啊 也就是其实日本企业有很多的政策上面的加持 然后呢日本企业本身也在做很多的一个改革 那我想讲到日本企业大家都蛮有感的很有feel 即使你没有投资日本股市 你对这些日本企业也是太耳熟能详了 因为就存在于你我的周遭啊 比如说我们阿母啊 最爱吃医疗级的B群就是五甜制药 Sony我自己呢在疫情期间买了Sony的大电视 真的是等了半年才来 然后像Hitouch 老师你知道吗 我在录影之前我特别做了功课 Hitouch今年以来的股价是涨了八十几% 更不要说呢 日本其实今年有很多的相关的个股涨幅 其实蛮厉厉的 峰田也涨啊 过去的话峰田大家讲说他的领主件有问题啊 到最后我们现在验证出来没有问题 那我过去的话 我这辈子买车子没有买几台 大部分都买Toyota 不是保时捷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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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几天才去买一辆Benz的 所以Toyota最近没有买它 因为我女友说这个Toyota的话 唐俊瑞说我们一直开Toyota要画你一下口味 所以你只要出去的话 路上大部分都是Toyota嘛 Toyota其实这个叫什么 妥善率很高啊 对不对是这样形容吗 应该是怎么他的CP值很高 对CP值很高嘛 所以你看日本的话 最近涨的是什么 都是龙头产业嘛 那台湾也是一样啊 台积电红海等等啊 也就是说未来 日股要创新高 美股要创新高 台股要创新高 龙头一定是占很重要的地位啦 对老师更不要说商社啦 五大商社这一破的大营就是巴菲特 他们最爽 为什么最爽你知道吗 因为日盐贬值 他们本来就是贸易公司啊 他们收都是美元啊 我刚才已经比过了 1比100跟1比160 那当然他们的破例会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本益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嘛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00949嘛 他显股的一个方式就是类似负成盒嘛 什么负成盒 就是我们一般巴菲特的显股方式嘛 第一个就是我要有现金流 那现金流的话 那当然大部分有现金流就是市值够大的吧 比较有现金流你就用台积电来讲 他赚100块大概50块花给股东嘛 50块继续资本支持创新嘛 这个就是龙头老大好的地方嘛 所以你看哦 他在显得方式的话 第一个最低市值要50亿以上美元的 那而且流动性要高嘛 我们很怕说流动性不高 你要每挑一档的话 那幅度就很大嘛 那你看哦 他的流动性的一个方式就是说 最近三个月的话 日成交量是200万美金以上 他如果原来的成分股的话 160万以上嘛 那当然基本面的话 这个就是说 他透过RBICS 这个是产业分类的一个方式的话 筛钱出来 就是这个产业是排领 前世史的等等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他的基本面 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是要选龙头啦 大金刚嘛 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现在日演扁值的话 那你如果外面在做外国的人生 生意或是在国外设厂的话 是不是获利会大幅度提高 所以你看哦 所以他显得有竞争力的是什么 他的海外营收要占他公司的营收 超过25% 而且他的客户里面 如果100个要有50个是海外的客户 这个是目前日演扁值 对这些公司最有利的 所以我看这个 我最喜欢这个 这个一般比较少看到 我是看到的 对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头 也长期有教导大家 就是我们今天在选ETF的时候 你要非常了解他的灵魂 因为每一档ETF还有不同的设计的逻辑 最重要的是他的灵魂 那以00949的灵魂 我觉得呢 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 就是呢 你要非常有海外的竞争力 那一家企业呢 非常有海外的竞争力 表示你基本面一定很强啦 你的东西可以卖到全世界啦 那景气好的时候你赚更多 景气不好的时候呢 当别人在摔退 你的摔退幅度 对相对来说是比较少 而且你要知道 他是各行各业都有 各行各业 很多的就是说 有些是主题式的吧 你主题式的话 后期你就要想说 这个主题式到底会不会涨嘛 他各行各业都有嘛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就不用太花脑筋去思考 我到底要主题式的是哪一类型的 就是最简单的ETF 好其实00949是7月1号挂牌 那我们录影的当下呢 禁止是15.82 但我们鼓励大家呢 是长期持有 因为呢 呃我们今天如果要存股的话 绝对不是短线交易 希望大家呢 看好一个市场 看好一档ETF 你认识它的逻辑跟灵魂的话呢 我们就长期持有 也许定期定额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好那老师 我们帮大家回溯一下 他过去的相关的绩效 就可以进一步发现呢 00949跟目前市场上 有的指数 其实是不太一样 比如说 呃有的追踪指数呢 是日经225 有的是日本东正 对啊 比较一下 如果说这五年来的话 我们看到日本护城河的话 他的报酬率是151.2% 那你看到 年报酬率大概20.1% 那这个标准 这标准差点风险啦 这个225的话 日经225的话 你看报酬率的话 102.4% 年报酬率14.9% 东正的话 东正怎么这么少 88而已啊 年报酬率13.3% 那我们当然还会比较风险 风险的话看起来 你看哦 表面上看起来的话 东正的话风险最低嘛 但是 那日经最高嘛 但是我们一般来讲 要怎么样算 你把这个报酬率 年报酬率除以这个 也就是说1%的风险 我就可以获得1.1%的报酬率 所以你看哦 这个同样是1%的风险 那你看一下 我们的护城河的话 他的报酬率最高 所以就是简单来说啦 如果我们是用报酬风险比 这个数字的话 你就要挑越大的越好 越大的越好 当然是最大越好 同样负担1%的风险 但是他的报酬率更高嘛 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下 1年的报酬率来讲的话 那日本护城河的话 有60.4% 近1年哦 那近2年的话 有62.9% 那近3年的话 75.8% 那全部完风 日经225跟东正 就是完胜的一个概念 好那00949呢 目前的前十大成分股呢 我们刚刚已经帮大家复习过了 Toyota然后Sony 然后Hitouch等等 老师有没有特别看好 这十大成分股的未来的产业趋势呢 丰田 丰田 对他那个电动车 我认为电动车下半年 会大幅度的成长 对老师在我们节目也是长期看好电动车 对大家就认为说电动车已经完软了 因为大家的观念就是看到中国大陆而已 那我最近的话我看到北美 他电动车这方面的一个成长 如果扣掉所谓的特斯拉的话 成长大概六十几% 所以我认为电动车非常有机会 而且本来Toyota做车就是很厉害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买电动车的话 你会买Toyota吗 我现在我其实一直想要买电动车 但是我们家 我们家的停车场位置有点小 我绝对不会去买特斯拉 其实特斯拉是好听而已 那将来的话我们电动车 应该是Toyota吗 或是HONDA等等这些 那Toyota一定是 以目前我们台湾的话 持有车子最多应该是Toyota 以后电动车也是Toyota 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CP值最高 好那其实观众朋友会问的是说 老师如果我今天看好日本股市 我可以买日股的基金 我也可以投资布局的是日股的ETF 如果正在老师的角度 老师会认为用ETF来投资日本 其实是有相对来说 会有比较特别的一些好处 其实一般人对日股的整个 各股的获利各方面的话 你自己要寻找的话很困难 还要做很多很多功课 对那干脆就买人家选好的 而且各行各业都有的ETF 那为什么要买ETF 因为这样可以分散风险 像00949的话 他有30党 那30党的话一般来讲 我们只要有10个产业 就可以分散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灰系统风险 灰系统风险 那所以我们00949的话 他本身来讲 他是30党 所以灰系统风险的话 灰市场风险 他就可以分散掉了 那再来的话交易非常方便 其实我们投资要化缓为减 那每天你要买 随时可以买 随时可以卖 是不是很快乐 那我刚才讲到了 你闲股的话不要用头脑 懒人的投资方法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那所以我个人认为00949的话 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下 如果适合你的话 我个人认为你就可以投资一下 那未来啦 我认为台股有机会走10年 日本也 黄金10年吗 对日本也有机会走10年 因为美国 日本 台湾 他将成为非常友善的 彼此先的友谊 就是一个联盟 对 联盟 好 老师你知道吗 我最近演讲发现 投资人有一个最大的心魔 就是自己 意思就是说 他们觉得台股太高了 台股一定要回跌到15000点才能买 日经日本太贵了 一定呢要跌个二到三成才能布局 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悲观者头头是到啦 乐观的大赚钞票啦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段期间以来 大家都会怕说日股太高了 那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日股会创新高嘛 那如果再过一年两年之后 你回头再看日股的话 现在是一个低点 就是我的看法 台股也是一样 就是老师刚刚讲的黄金十年 所以呢 我们会鼓励大家 如果你有闲钱的话 单笔布局 这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式 但是呢 也可以搭配是定期定额 长期投资 长期存雇 看每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嘛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是一个小资子的话 你就定期定额去买嘛 如果你有一笔钱的话 我个人认为你分三次啊 要是我 我是All in All in 但是你自己要风险要控管好 所谓风险控管好 不要说我明天要买 汉堡的我钱 全部去All in嘛 那你就没有汉堡可以吃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 闲钱 我认为你可以一次All in 这个是我的看法 给各位做参考 好所以呢 还是提醒大家 这个投资理财要谨慎 而且呢 要留意自己的风险承受度 好今天非常谢谢 曾婷一老师 也欢迎观众朋友留言给我们 如果你手上有200万 你会选择买房子 还是买股票或者是ETF呢 以及日本的股票相关的ETF 大家最喜欢哪几档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哦 也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祥月公开说明书 喜欢刚刚分享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内容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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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盐